欢迎来到当下频道盲品试吃大会 现在在画面里出现了两个肉丸子 一个是猪肉做的 另外一个是人造肉做的 闻到味道了 所以我现在准备要试吃一下 那么人造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它能不能代替我们现在正在吃的真猪肉呢 我现在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是中国第一批用人造肉去研发食物的一个餐厅 现在我们面前这四份是各式什么菜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 这个是冷面 小汉堡 然后这种小柿头碗子 这是莫西哥 鸡肉圈 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造肉 看上去和真的肉真的差不多 我很好奇它的原料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和研发大厨一起来到了他工作的后厨 并会在这里用人造肉做一道菜 现在大厨把这个人造肉就拿过来了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离未来这么近过 它就跟肉末的那个颜色啊 然后质地其实感觉都差不多 甚至它里面还有这种白白的东西让你会觉得像是油肉的那个部分 对吧 我可以闻一下吗 我可以闻一下吗 应该这个应该 可以闻 就是有一股很浓郁的大豆的味道 豆腥味 它有一股豆腥味 就是有一股豆子的味道 对 有股豆腥味 它们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写的是心扇肉 Omniport 然后旁边是大大的括号里面写了豆质机 其实呢人造肉我们可以把它给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分类 其中一种呢可以把它叫做素肉或者叫植物肉 豌豆啊大米啊类似这种蛋白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配料 然后把它给做成像肉的样子的一种东西 英文就是Plan-based meat 另外一种呢叫做细胞培养肉 它是通过动物的肌肉细胞或者是脂肪细胞 然后把它给培养扩增 这种肉叫Lab-grown meat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人造肉都是前者 植物蛋白肉 其中的爆款品牌Beyond Me 今年上市后股票飞涨 它们的口号也野心勃勃 立志要成为食用蛋白的未来 反观本土 一家来自香港的人造肉品牌Omnipork 也通过今年的淘宝造物节 高调释放进军大陆市场的信号 那我们先要做什么 先处理做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本人非常爱吃肉 所以人造肉如果要打动我的话 它首先需要和蒸肉一样好吃 然后它可能要比蒸肉更有营养 以及不能比蒸肉贵太多 蒸肉的话 它可以给人提供很多营养成分 吃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蛋白质吧 我们这次吃的人造肉品牌 在官网上显示 和同量的瘦猪肉相比 它们家的人造肉不含胆固醇 少了饱和脂肪和热量 多了钙和铁 听上去是很健康的 但是我在这个上面好像的确是 没有看到任何讲 蛋白质含量等等的这个问题 等一下我看一下它配料表 所以我们再看了一下它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 可以发现每100克的Omni Pork含有12.7克蛋白质 而同等量的猪肉里的蛋白质含量 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倍 当然除了看含量还要看质量 如果你想要再硬核一点的话 可以用氨基酸平分来衡量蛋白质是否优质 大豆9分 而猪肉直接爆灯 这就意味着猪肉蛋白里的必须氨基酸 在成分和比例上更适合被人体吸收 接下去就是我最关心的口味问题了 我们看了一下原料表 为了掩盖多心味 食品的原材料里面会放入一些调味剂 在这个基础上 大厨还会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再添加一些调味品 人造肉在口味上 也只不过是用一些更重口味的调味品 把豆子做得像肉而已 那么这样一来 它和素斋或者辣条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以往要素斋去做狮子头的话会怎么做呢 土豆泥和香菇 两个人如果 不是 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的话 然后做个小盘子 然后我们给它红烧出来 明白 红烧狮子头 红菜的汁是吧 模仿这个肉 好像是 对于雪红色的 就模仿肉这个颜色 在形状上 人造肉末捏成的肉丸 肉眼看上去几乎和猪肉相差无几 然后怎么放 刚才因为做丸子嘛 所以就会有一些 这种残留 然后你可以其实大概看到它里面的东西 是可以看到有这种豆子的颗粒的 对吧 感觉像是有的 我们就把调味料放进去 然后现在它就是在吸收那个汤汁的味道 它用了一个非常香的香菇在里面做提香 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 香菇里面含有一种叫做鸟肝酸的物质 也是肉食鲜香味的主要来源之一 起锅淋上汁水 这道人造肉狮子头就做好啦 我现在把它带回了上海 让办公室的肉食动物们也一起尝尝看 到底这个和珍珠肉做的肉丸子哪个好吃 什么牛肉干就是那种风干过的 这个是真肉 这个是人造肉 要不要再给你一个机会 是好吃的食品 然后是比较有肉的味道的我觉得 如果刚刚吃的那一个是人造肉的话 我可能会 油炸的味道 好扎实哦 好像啊两个 但是这一个很干的感觉 没有没有这个是人造肉 第二个吃的是人造肉 这个好好吃啊 这个是猪肉 猪肉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做整肉 也没有办法100%做到跟真肉 完全一模一样的风味和口感 对于那些平时会吃肉食的这种人来说 不能替换掉100%的肉食来源 因为他们还是要吃肉的 就人造肉吃起来其实跟真肉还是有一些差别 太平淡了 这个吃起来感觉 因为真肉的话它其实会有很多的汁水 我们原始动物的一种反应 但是就是那种汁水就会让你觉得好吃 有很鲜的味道 组织的粘连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在人造肉里面没有吃到 但是总体来说 人造肉的口感其实还挺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在植物肉的营养 在植物肉的这种各种质地风味口感 都可以做到跟真肉完全100%相似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的 OK那价格有可能比真肉更便宜吗 这个多少钱啊 这个三个块钱 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作为对比 目前只在香港零售的Omnipork 一斤则要80块人民币 节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生产之后 它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所以这样计算下来的话 5到10年预测下来 我们的人造肉的成本 对比对标 真实肉类的成本 会在节约60%左右 所以说在未来价格不是问题 比如正常的狮子头 可能是在5到8元 可能我们的人造肉狮子头 也就是在10元左右 其实随着我们人口继续增长下去 短时间来看 我们对肉类的需求 其实不太会减少 再加上近期一直爆发出来 比如说环境问题啊 视频安全问题啊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去寻找我们目前正在 使用蛋白的另外一种可能 人造肉可能就是 这个另外一种可能的一条出路 所以看完这集之后 你觉得你会想要尝试人造肉吗 你觉得如果有一天 只让你吃人造肉 不让你吃人造肉 你可以接受这些事情吗 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然后不要忘记点评转赞 增加弹幕 然后我们在下一期的DECO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